大家好,我是珍妮,今天我们来做鸡油菌炒扇贝 大家可以在显示栏下方找到做这道菜的基本材料 我们先来清理鸡油菌 扫去泥沙,用小刀刮干净净的部位 切去角物 最后用厨房纸沾点水来擦干净 我们要准备的配料有 红萝卜丝,红葱头丝,蒜末,葱花 调一个酱汁,备用 鸡汤,酱油,糖,一点盐 生粉,再来一点白胡椒粉 搅拌一下 三倍不用解冻,直接放进滚水中 加进姜片 柠檬汁 目的是去腥味 三分钟后捞出 用厨房纸吸一下水 开大火上锅 锅热后加油 油热后加进扇贝 不需要炒,只需要两面煎黄 盛出 加进红葱头,蒜,红萝卜丝 煸出香味 加进鸡油菌,翻炒一下 最后加进扇贝 再翻炒一分钟 最后淋上酱汁 改为中火,酥汁 这样就做好了 撒上一点葱花 看上去是不是特别诱人 鸡油菌颜色金黄 像鸡油一样,因此而得名 用它做出来的菜,味道淡雅可口 配上爽滑扇贝 吃起来满霞流香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